这是一只和钢化玻璃盖合为一体的乌龟 在海底经历了一番险象还生后 它离开严重污染的海底世界 来到了陆地 然而此时的陆地是否会比海洋安全呢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部科幻短片 被污染的水下世界 这是一片未来的水底世界 已经被人类严重污染 人类垃圾堆积入山 这个时候 一条长相奇怪的鱼缓缓游来 仔细看这条鱼 由于长时间的污染 它已经和铁桶合为一体 看起来它有些鹤了 正在努力地找寻食物 可是找到的不是被人类丢弃的汽车轮胎 就是空空的罐头瓶 铁桶鱼仍旧在努力地寻找着 它找到了一个被深海岩石卡的死死的罐头 就在这时一只鲨鱼悄悄地在它背后出现 索性铁桿鱼无略地察觉到危险 躲开了鲨鱼的突然攻击 可是鲨鱼依然在猛烈追击它 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追逐 小鱼凭借相对较小的身躯 在石头缝里面穿梭 试图甩掉机械鲨 这条鲨鱼也已经和一辆汽车融合在一起 铁桶鱼奋力逃进一处石洞里 机械鲨把挡在眼前的障碍物全部摧毁 到了黑暗地带 甚至可以打开车头灯照明 眼看着机械鲨就要追上铁桶鱼 它拼了命了往前游去 终于在机械鲨再次张开血喷大口的危机关头 铁桶鱼钻进一个礁石洞中 机械鲨无法撞破礁石 会发光的浮游生物 然而它不知道的是危险在慢慢靠近 突然 机械鲨再一次出现 铁桶鱼终于还是成了别人的一顿美餐 残缺的尸体慢慢沉入海底 引起了一群瓶带蟹的注意 大群瓶带蟹蜂蜂而上 不一会的功夫 铁桶鱼的身体就被一群瓶带蟹给吞噬了 留在地上的就只剩铁桶鱼的白骨 其中有一只瓶带蟹临走的时候 还不忘带走一块肉 由于太重它行进得十分缓慢 就在这时 一只大海龟突然出现 连些带盖一起吞进了肚子 这只大海龟背上是一个废旧的钢化玻璃锅盖 它又向了海底一处破旧的邮轮 钻进了邮轮里面 没想到这里面生活着一群会发光的小水母 仔细一看的话 这些小水母的身体里居然是一个小灯泡 它们的身体在阴暗的大海里发出星星光点 随着越来越多 似乎整个船舱都被灯光点亮了 这一幕却美得让人心碎 这种和谐的画面并没能维持太久 突然小水母迅速散去 四周又重归黑暗 而锅盖锅也意识到了危险的逼近 于是迅速游出了船体 躲进了一个垃圾堆里 忽然眼睛忽闪忽闪着光的机械砂又出现了 它四处游走寻找着自己的猎物 锅盖锅下的将四肢缩进了钢化玻璃盖中 机械砂一无所获后只好离开 突然机械砂附近的一处飞铁堆里 竟然睁开了一双大眼睛 紧接着整个垃圾堆都开始晃动 煞时间一只只触手从垃圾堆里伸了出来 可任凭机械砂游的再怎么快 也始终逃不过那长长的触手 这时候我们才发现 这是只拥有长长触手的巨型章鱼 长得也似变异了一般 它的前半身保留了章鱼的触角 后半身则直接和一架废弃的飞机结合 就在章鱼牵制住机械砂的时候 锅盖锅赶紧趁机逃离这个是非之地 它用力挥动四肢不断向海面上游去 终于来到了沙滩上 沙滩上的阳光温和和黑暗的水下 世界形成鲜明的对比 海边柔软的沙滩伴随着徐徐海风 就在锅盖锅在沙滩上缓缓爬行的时候 突然天上飞来一只突鹫 它以铁皮为一废酒轮胎为身 很宽那只突鹫就朝着乌龟的方向扑过来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至于乌龟最终的结局如何 往显而易见 全片虽然没有人类的出现 但是到处都是人类污染的影子 海底生物为了生存 不得不和垃圾融合 本片极力描绘一幅废土世界 这些无不是在提醒人类 保护环境的重要性 保护环境 人人有责